5月15号晚上11点 北京急救中心接到通知 一名28天大的婴儿确诊阳性 需要转运到地毯医院进行治疗 由于情况特殊 专项组组长刘洋前来支援 此前小婴儿的父母已经确诊阳性且转入医院 你别着急 别着急 宝宝给我 放好了啊 别捂着了 她出不来的气 那些东西呢 别拉下来吧 哎呦 小婴儿 谢谢啊 谢谢你们啊 您自己保重就行了啊 还要交给我们 您放心啊 好吗 别搅 别搅 我坐这儿 这么点的小宝贝啊 小宝贝 回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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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有15分钟到哪儿 您能提前让我护士先下来等着吗 因为孩子太小了 来来 我护一下 护在这儿呢 护在这儿 护在这儿 护啊 护 拜拜啊 这也好运 凌晨两点 出生节28天的小婴儿 被顺利转运到北京地毯医院 睡得可好了 可乖了 准备了简单的礼物 然后就让小孩在这儿 过一个特殊的买业 啊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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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 好 好 可以吧 过来 哦 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